名利要放得下了 放不下是障碍 度化众生是缘分 不能攀缘 随缘不攀缘 也不去制造这个缘机会 缘分就是机会 也无需要去制造机会 那还是盘缘 真定若无其事 你心是亲近的 心是定的 亲近心定心 神智慧 有缘人来找你 来拜访你 可以接近 可以教他 真正到自己 有一点小成就了 会有这些访问的人 他自然给你在外面介绍 这样你就小有名气 心里头永远不能有 小有名气自己就欢喜了 觉得自己以为不错了 傲慢性升级了 你已经离开戒定会了 你已经竭尽贪嗔痴了 这个时候要不严加防止就毁掉了 所以修道的人很多 真正成功的人很少 为什么呢 都是中途 经不起明文立扬的诱惑 所以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了 许多人年轻人 年轻人都不错 有志气 有抱负 有正知 正见 可是 也踏入社会不久 就被怨恶了 这个现象是正常现象 你度佛间就了解 为什么 每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头 无量界的熏悉 熏悉的是烦恼习气 懂 能力到的少 所以能力到的分量少 烦恼习气多 决定低不过外面有 自然去向随着非常正常的现象 尤其是现在 古人还有 不为门名利诱惑 把生死置之于度外 有 历史上有记载 少数人 绝大多数人经不起诱惑 那么现在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丢掉两百年了 不受外面诱惑 我们相信他是佛菩萨再来 是圣贤再来 他不是万人 他如果不是圣贤再来 被诱惑的是正常现象 我们如何能把自己保住 这就不得了了 这就不得了了 帮助别人 佛都做不到我 我们哪有这种能力 佛菩萨只能教导我们 路是自己走的 与佛菩萨不相干 佛菩萨指的是 圣道 是正道 我们自己探一点小的名望 探一点小的利的时候 就走在邪道 邪道会越新越深 深到极处 自己也知道是罪业 自己也知道是堕落 不在乎了 反正有一天享受一天 明天还没道观 他干什么 就堕落了 堕落之后就哭 后悔来不及了 那这样的人 比比皆是 太多太多了 我们能够保守的 六十年没有被外图诱惑 靠什么 靠尖教 认真读情 读情分量 不要读得太多 太多 所以贪多 教不难 宁愿少读一点 戏剧 平常 读出味道来 有时候一句经文 我差不多用三分钟到五分钟 这里都有味道 一个小时 这本就都一年夜 进度很慢 它真有味道 读乱 读书 不再读 就在平常 它的毅力 它的滋味 这个里头就得发喜 介绍的时候 一句经文 可以引申很多很多的 李根斯 讲几个钟点都讲不完 入的越深越好 越广越好 光是一句经文里头 有很广 翻的 一粒在里头 然后你对今天 你才喜欢 你才真正爱它 字字句句 含 无量意 便便不一样 读不厌 天天都 永远读不厌 味道尝到了